女人为了得到丈夫的宠爱 对丈夫使用邪魅巫术 经历两次失败后终于成功 中招的丈夫把她宠上天 墨河不明白丈夫态度为啥变了 她和菩提在河边狭路相逢 本想询问她原因 结果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身经百战的墨河一个躲闪技能 顺势将菩提甩入河中 哪知菩提不会游泳在水中疯狂挣扎 她快要淹死的时候 幸好马威跳入河里将菩提救起 之后她狠狠地甩了墨河几巴掌 打得墨河分不清东南西北 这样还不能化解她的怒火 居然把墨河吊起来继续狠狠抽打 责怪她不该伤害她的心肝宝贝 菩提听到墨河的惨叫声那是一个爽 她丧心病狂的暴行让人发指 要不是老夫人赶到拦住马威 恐怕墨河就被活活打死了 死里逃生的墨河被打得很惨 仆人帮她擦药的时候 疼得墨河嘴巴都变了心 来看她的老夫人也不相信 马威怎么能下如此毒手 便跑去质问儿子 却看到马威若无其事地和菩提秀恩爱 老夫人差点被气晕 失眠的她觉得愧对墨河 于是想送一条手链安抚她 墨河却想要一条项链送给马威 因为她觉得马威可能中邪了 当老夫人把这条项链给马威戴上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一道圣光扫过后 马威开始全身发抖倒在地上 菩提看到这情况都吓坏 她以为要笑过猛把丈夫给整隔皮了 在医生检查后 也没啥一场好好休息就行 菩提开始对丈夫献殷勤 倒水给她喝嘘寒问暖 马威转头一看身边的菩提 浮现在她眼前的居然变成了黑脸妖怪 吓得马威一脚把她给踹飞 顺便狠狠地踹了她好几脚 大喊大叫非要把菩提给赶走 菩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连忙对着水缸一照 却发现自己的脸没了 吓得她惊慌失措四处狂奔 直至筋疲力尽晕晕倒了 最后她在床上醒来 连忙叫仆人去买解药 巫术破解后 马威又对墨河宠爱有加 老夫人叫马威一起去寺庙拜神 在高僧的洗礼下 一道道金光洗刷着渣男的心灵 清醒过后抱着老夫人就叫妈 总算是恢复了出场设置 马威听说自己中邪了便问是谁干的 从墨河的表情上已经告诉答案 气冲冲地就要去找菩提算账 这时去买解药的仆人先行赶到 菩提在马威进来前喝下药水 面对丈夫的质疑 他死不承认还说是在冤枉她 扑在马威的怀里卖惨装无辜 可他看向墨河的眼神让人不寒而立 因为没有确凿证据 此事就不了了之 可墨河却不打算放过菩提 他四处打听巫师的下落 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处 菩提正向巫师买药 这次他想怀上孩子留住丈夫 可巫师这次不但要财还要索 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 菩提捡起一个带钉子的木棍 狠狠地朝巫师头上打去 没几下巫师就一命呜呼 菩提连忙带着仆人跑路 当墨河赶到时却晚了一步 巫师和房子都被熊熊大火吞没 女仆喝了加入好东西的水 被男人趁机占有成了她的小妾 虽然丈夫对她宠爱有加 但她却讨厌丈夫马威 因为她爱的人是丈夫的弟弟马莫 她为了避免和马威坐床上运动 不惜使用苦肉剂 让表妹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 然后派人告诉丈夫她遭人打劫 马威得知消息急忙赶来 看到墨河这副残样 认为是下人没照顾好妻子 便狠狠地惩罚起了下人 幸好墨河求情她才停了下来 得知受伤的墨河晚上不好陪房 可把大太太菩提高兴坏了 她命仆人买回补药 好和马威做运动 仆人正准备要端给菩提服用 下人为了讨好主子 强行强走拿给马威享用 不知情的马威和墨河喝了下去 墨河想借身体不是让马威离开 可宠爱她的丈夫非要留下来陪她 不久后药效上来了 俩人情不自禁地做起了激情游戏 事后墨河清醒过来猜出这是菩提的杰作 想到自己的苦肉计失败 她伤心难过地哭了 另一边马娜在单位升职加薪 她妻子阿兰也有好运的消息 这可把老夫人高兴坏了 财大气粗地她掏出祖传项链送给阿兰 而菩提又拾起了幺蛾子 她准备陷害墨河偷项链 便向阿兰提出要欣赏祖传项链 阿兰叫人去拿时才发现失踪 房间里翻箱倒柜也没有找着 菩提便叫大家去墨河的房间找 但预先准备好的项链并不在 原来墨河早猜出菩提要坑她 便提前把项链拿走 墨河趁机把项链塞到菩提仆人的裤带里 阿兰看到这幕顿时明白了一切 此时项链掉了出来 这下人赃俱祸 菩提没想到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老夫人想严惩仆人 阿兰劝说让菩提自行处理 并告诉墨河她明白事情的真相 让她以后在这个家好好照顾自己 可惜命运多舛的墨河接下来又被欺负了 原来陈爷和阿果生了个儿子 陈爷带着家人来探望老夫人 墨河开心昔日好友阿果过上幸福生活 但陈爷看到墨河又起了歹念 在偏僻处栏下墨河欲对她行不轨 马维赶到救下墨河 并把陈爷抱打一顿 陈爷这才知道墨河已是马维的妻子 两人也因此结下两子 老夫人很喜欢阿果的孩子 还想让这个孩子和自家孙子订娃娃亲 这家人从此反目成仇 这位后面下一代人的剧情埋下伏笔 马维看着别人都有了孩子羡慕不已 便鼓励两个老婆抓紧生产 可惜两个老婆又因为不要干家 马维见仆人给菩提不要喝 让给墨河也准备一份 菩提瞬间就不爽了 在楼下就故意把不要泼了墨河一脸 他正要得意的时候 突然肚子疼下身流血 墨河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回事 原来是仆人拿错了不要 害得菩提月经失调 这真是恶有恶报 马诺本想就这个事情安慰下墨河 却被马维吃醋不让他们之间说话 硬是把墨河给拉回房间 就在墨河解释的时候 突然头晕目眩 原来是已经怀上了 到了 到了 男人得知妻子怀孕了 他手舞足蹈开心地向着孩子 但墨河却没有一点喜悦之情 他讨厌丈夫本就不想为他生孩子 哪知命运弄人偏偏怀上了 虽然难过但墨河决定好好生下孩子 老夫人这次对墨河更慷慨 不但送各种好看的新衣服 还把压箱底的珠宝项链送给他 受宠若惊的墨河感恩婆婆的美意 看到如此贵重的礼物都有些不敢接受 旁边的菩提看到这幕真是羡慕极度恨 自己费尽心机想怀孕却未能如愿 他又和仆人密谋让墨河流产 故意让仆人去挑衅 墨河得知仆人陷入纠纷 便准备和阿兰下楼看个究竟 菩提躲在楼梯底下 突然伸出手抓住墨河的脚想拉倒他 幸好有阿兰帮忙没摔倒 菩提还假惺惺帮两个人说好话 也就只好没处罚他们 菩提转身又开始挑衅墨河 威胁让他下次小心点 自己不会再错过机会 墨河也明知道是菩提干的 但又没有证据 激动得眼泪汪汪 不管怎样墨河还是受不了这口气 只能动动嘴皮子诅咒菩提 菩提回到房间一口气就喝了三杯药 拍打着不争气的肚子 为什么偏偏怀不上 马维知道后马上关心墨河母子俩 还让仆人24小时跟着 刚好碰到有医生从菩提房间出来 马维还以为他病了 多情的马维抱着菩提安慰他 怀不上孩子也没关系 可以一起抚养墨河的孩子 这下可严重刺激了菩提的自尊心 阿兰知道菩提一心想要孩子 于是找他一起去寺庙 向观音菩萨求个儿子 墨河也一身新的打扮出现 和他们一起去求神保佑 墨河虔诚希望肚里孩子平平安安 将来像马诺一样帅 菩提不愿与墨河一起 准备回去的路上 突然与一个黑衣人撞到 居然是那个还没死的黑巫师 上次大火让他已经毁容 现在活得不像个人样 菩提路上又碰见墨河 他正在给几个男下人送食的 菩提马上又想到一个恶毒的阴谋 小伙走在路上正准备回去 突然被人一棒敲晕 又是菩提和他的仆人干的 墨河刚回到房间 就感到头晕目眩 没一会儿就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菩提在他房间里放了迷香 菩提如法刨置了墨河第二次出轨 跑去找正在调戏少女的马威 让他赶紧回家看看 马威一见有个男人躺在墨河床上 顿时大怒使劲踹他 完全不听任何人的解释 在菩提的挑衅怂恿下 也不顾怀孕的墨河 也一样遭到这个禽兽的毒打 还好仆人跑去把马诺叫了过来 才拉住正在发疯的马威 这时墨河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 从没见过如此歹毒的男人 居然殴打怀孕的老婆 墨河这个悲惨的女人再次被人陷害 不但被禽兽般的丈夫打得半死 还被他赶出家门 不承认是他的老婆 墨河一缺一拐吃力的 把箱子搬到茅草房 没来得及休息一下 菩提带着仆人就已经追了过来 诬陷墨河不守抚道 墨河气愤的甩了这个恶毒女一巴掌 可惜墨河势单力薄 在这两个坏人面前非常吃亏 还被菩提推到桌上 正好撞到墨河肚子 他瞬间痛得动弹不得 两人还准备要对墨河动手 幸运的是阿兰及时赶来救下他 让墨河躺在床上不要动 还让仆人去叫医生过来检查 墨河伤心地向阿兰哭诉 他是被冤枉的但又没证据 阿兰面对这种情况也不知所措 渣男马维却跑去寄院喝花酒 还在无脑地抱怨墨河 也回想起自己的身世 其实他和马诺并非亲生兄弟 有个小姐姐想安慰下马维 却被喝多了的马维看成了墨河 掐住他的脖子不肯放手 差点把人家也给害了 菩提又警告阿兰不要帮墨河 说他会勾引他的丈夫马莫 善良的阿兰声名大义 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出轨 菩提便把怒火发泄在墨河身上 带着仆人开始疯狂折磨虐待他 非让墨河跪在地上听他发号失恋 以后会每天盯着他做家务 任何人都不能帮他 走的时候还故意踩在墨河的脚上 一副太太的傲气 此后墨河又做起男仆干的家务 怀有身孕的他竟还干提水这种重务 他艰难地下楼梯时 还被菩提故意给绊倒 命令墨河再去重新打水 而墨河为了孩子忍生吞起 使劲力气打满了四个水缸 累得直踹气站都站不直 菩提和仆人还不打算放过他 让他继续劈财 墨河也没有顶嘴默默地干活 两个人被墨河干活的声音吓到 要不是他手里有把斧头 估计又要受到他们两个殴打 让人没想到的是 菩提继续把墨河往死里整 这次又让他这个孕妇爬树摘果子 一身没有力气的墨河掉了下来 还好马诺接住了墨河才安然无恙 马维知道了后 怪马诺多管闲事不该插手他的事情 诬陷马诺和墨河有一腿 两家人开始争执已经打起来了 菩提这时自知理亏假装晕倒 两方人马才停了下来 经过医生的检查 居然发现恶毒女菩提怀孕了 两人那是一个开心 一直想要的结果终于让他得到了 生不如死的墨河整个晚上都在哭泣 善良的马诺还是来看他 让他自己好好保重照顾好孩子 当马诺离开的时候 墨河突然拉着马诺的手一一不舍 最后还是含泪放开了他 恶毒的菩提自己怀上了 还不打算放过墨河 这次又买了药水害他 让仆人放在墨河饭菜里 却被墨河发现没有吃 菩提连装都不装了 让两个仆人按住墨河 准备直接灌进墨河口里 墨河为了孩子拼命反抗 抢了菩提手里的碗砸在他头上才逃脱 路上碰到马诺夫妇 这时阿兰发现墨河裤子里已经流血 墨河吓晕了过去 马诺立即抱着墨河去找医生抢救 幸运的是胎儿没有危险 躺在床上的墨河暗暗发誓一定要复仇 女人发出几声惊天动地的哀嚎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马诺开心喜当爹 老婆阿兰为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所有人都为他们开心的时候 马维情不自禁地看向大肚子的墨河 菩提就假装身体不舒服 要马维陪他去休息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墨河得到喜讯 表妹也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但墨河发现他婴儿的脖子上有伤痕 才知道表妹因难产接生条件又简陋 把婴儿硬是给拉出来在脖子上留下伤痕 表妹才刚刚叫他好好照顾自己 结果一回家就出事了 菩提毒蛇一般骂墨河的孩子是野种 墨河自然不会服气 一把推倒菩提 菩提见自己吃了亏 也把墨河给推倒在地还踩他的脚 直到其他仆人来了才走开 可墨河这时大动开启 再次鲜血直流 医生来了后发现很是危险 说不准会有生命危险 马维也对此非常紧张 而墨河直接疼得晕死过去 这医生让马维选择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一时把他给紧张得不知所措 好在坚强的墨河再次醒了过来 继续艰难地生产 累得墨河满头大汗 不过最后还是把孩子给生了出来 马维听到婴儿哭叫声的时候 心里也很忐忑不安 知道母子平安就想去看看 而菩提则在旁边说这不是他的孩子 马维郁闷地转身就走了 站在外面一声不吭 在菩提的再三诽谤污蔑下 马维还当真了 菩提还不依不饶追上马维 责怪他应该把墨河赶出家门 这下马维生气地骂了菩提 让菩提被敢委屈 于是这恶毒女人再次丧心病狂 带着仆人来找刚生孩子的墨河算账 拿一碗辣椒水强喂给墨河 把他给呛得要死 墨河把辣椒水泼在菩提身上 于一反击 可菩提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墨河因为喝了辣椒水无法喂奶 孩子饿得哇哇叫 这才明白自己又上岛了 只好找到阿兰帮忙 这命苦的孩子才吃到人生第一顿饭 马诺看不惯菩提这种做法 把他给教育了一顿 但菩提却不承认自己干了这事 这渣男马维也不可怜一下墨河 还让他赶紧走 回到他的茅草屋 马诺夫妇对这等不明事理的家人非常失望 菩提回到房间又开始想办法整墨河 在关心他的马维面前吹耳边疯 为了他们俩的孩子 必须把墨河母子给赶走 马维这时选择了沉默不语 狠心的菩提趁墨河不注意 直接想抱走他的孩子 墨河苦苦哀求菩提把孩子还给他 还孩子的条件就是让他离开这个家 仆人还把行李都扔了出来 墨河这时非要把孩子抢回来 菩提抱着孩子就往外走 一不小心碰到箱子差点摔倒 但是手里的孩子就直接飞了出去 这个命苦的孩子摔下楼梯意外腰折 墨河看到这幕简直要疯了 女人实在是太惨了 刚刚生的孩子还没一天 就被恶毒女扔下楼梯腰折 墨河痛不欲生抱着孩子找到医生 可医生仅仅看了一眼直摇头 已经无力回天 墨河不敢相信事事悲痛地晕了过去 恶毒女菩提慌忙回到房间 装成一副无辜的嘴脸 当听到阿兰孩子的哭叫声 吓得已经魂不守舍 仆人集中生智想了个办法 让菩提擦干眼泪假装和阿兰在一起 墨河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醒了过来 还是求助医生救自己的孩子 医生也没有任何办法 在僧人的劝说下 墨河总算接受了孩子去世的事实 抱着孩子来到河边发誓 一定要报仇血恨 埋葬孩子的时候一直不肯撒手 出为人母如同撕心裂肺般地痛苦 六神无主的墨河一回到家里 静止向菩提走去 突然掐住他的脖子 大声嘶喊让他还孩子 众人被他的举动吓坏 纷纷拉开墨河劝停战火 菩提面对声讨居然全盘否决 还倒打一耙诬陷墨河在害他 他们各自争执一词 局面一时僵持不下 菩提让阿兰证明自己一直和他在一起 没有去过墨河的房间 阿兰被突然这么一下问得晕头转向 承认确实是和菩提在一起 这下把墨河傻眼了 这一屋子的人居然没有人相信他 菩提借机就向马维告状 自己是受害者 要把墨河给赶出去 无脑的马维还真这么干了 可怜的墨河瞬间失去了一切 在老夫人的好言相劝下 才让墨河留下来在厨房待着 做尽坏事的菩提晚上开始做噩梦 他被吓得破了羊水惊动胎儿 马上就要开始生产了 躺在床上的墨河听到仆人的欢叫 这次不再心软决定要报复 他偷偷来到楼下发现人很多 竟无从下手 于是又来厨房把易燃茅草给点燃 这时正在帮忙的众人听到起火了 大家都赶紧去救火 而产房里的菩提终于把孩子生了下来 仆人告知生了个女儿 菩提开心得不得了 让仆人跑去告诉马维 接生婆也把老夫人送的金镯子给孩子带上 这时正在救火的众人也没有找到墨河 还以为他已经葬身火海 原来墨河已经气愤地来到产房 一把抢过菩提怀里的孩子就准备要走 菩提也是眼疾手快 拉着墨河不让走两人扭打在一起 还拿桌子上的小刀划伤了墨河 墨河不和他纠缠迅速跑了出去 来到楼梯口手里举着孩子 一脚踹飞菩提 质问他为何要害他母子 用力地踩着菩提的肚子 现在要他血债血肠 菩提哭喊着哀求墨河放过他的孩子 墨河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抱着孩子就跑了 这时马维回来发现孩子被抢 看着哭诉的菩提 开始无脑发泄 在马诺的提醒下 于是赶紧让大家四处去寻找 这时墨河已经来到一条河边 打算直接把孩子扔下去 可是善良的墨河于心不忍 又把孩子塞到一个罐子里 打算让他随波逐流生死由命 但刚转身离开的墨河还是不忍心 跑回去把孩子给拉了回来 墨河纠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女人曾经有多嚣张 报应来的时候就会有多惨 就在不久前 菩提害死了墨河刚出生的孩子 伤心的墨河决定狠狠地报复回去 他伺机抢走了他刚出生的女儿 原本他想以命抵命把孩子扔到河里 可善良的他犹豫再三 迟迟下不了狠手 他无法伤害一个无辜的婴儿 这晚他抱着孩子睡到天亮 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另一边菩提他们四处寻找乌果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最后来到墨河阿姨家寻找 却发现大门紧锁 菩提见迟迟没有女儿的消息 担心孩子出事都吓尿了 墨河为了买根玉米填饱肚子 差点被马威仆人抓到 幸好跑得快躲了起来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在河边转又碰到阿姨和表妹 原来表妹因为和有夫之夫约会被发现 两人被人威胁痛打了一顿 于是他们决定跑到老家去躲藏 他们还以为墨河手里抱的孩子是他的 墨河便顺水推舟 假装因生了女儿被赶出来无处可去 请求和他们一起跑路 这时正好有人发现墨河坐船 跑去告诉菩提 菩提急忙找马威去找女儿 完全没有顾及旁边的老夫人 疑惑的老夫人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 菩提见隐瞒不下去了 告诉她墨河抢走了她的女儿 得知真相的老夫人震惊不已 不敢相信墨河会做出这样的事 一时受刺激惊吓脚软没站稳 从楼梯上摔下去当场就领了盒饭 失去疼爱她的母亲 马威万分懊悔又难过 她还没来得及孝顺养大她的母亲 另一边墨河的表妹又偷偷地出去约会 这次又被人家老婆给抓了信息 渣男得知表妹已经有孩子了 马上就拍拍屁股走人 墨河阿姨为了维护女儿 结果被人家打入水中 表妹也惨遭毒手 被打晕后扔入河中生死未果 家里的墨河迟迟没等到阿姨和表妹回来 两个小孩子又一直哭闹 于是决定去外面找找看 却听到了老夫人去世的消息 老夫人生前一向对墨河非常好 墨河决定回去祭拜老夫人 一个人偷偷地在门口行李 却不小心被菩提发现了 墨河赶紧迅速开溜 菩提那是疯了一样在后面大声追赶 弱小的墨河还是没有逃脱点 被菩提暗倒在地上暴走 沉夜带着夫人阿果来参加老夫人的葬 正好碰到这两个女人在打架 好友阿果出手故意拉住菩提 墨河才得到机会跑了 几经磨难好不容易跑回到家里 表妹的女儿却一直在哭 墨河才发现表妹女儿全身发热生病了 看起来病情非常严重 表妹和阿姨又不知道去了哪儿 她决定把菩提女儿脚上的金镯子拿去卖了 以此换些钱看病 抱上表妹女儿刚到市场里 就被马为仆人发现了 墨河手里抱着孩子没法逃 几个男人拦住她的去路 抢走了她怀里的孩子 大家都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菩提的女儿 菩提也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她悬着的心总算放松了 狠狠地又把墨河给打了一顿 此时金镯子掉在地上被马为发现 生气的马为想起了老夫人 又疯狂甩了墨河一巴掌 这时菩提佣人发现孩子的脖子上有伤 菩提还以为是墨河故意伤害的 就又打墨河给孩子出气 马诺夫妇出现制止他们不要打了 现在孩子已经找了回来 就把墨河永远赶出这里 一群庸人见墨河被赶到外面 故意谩骂还向他扔鸡蛋 于是他决定隐瞒真相 让他们养表妹的女儿 以此来报复他们这一家子人 下一代人的恩怨由此拉开序幕 女人刚刚被人扔了一身的鸡蛋 只是想去在河边洗一下 就被人一脚踢下河里还不放股 死死暗在水里育取了他的性命 马诺把这个男人打了一顿就吓了墨河 还从他口中得知这都是菩提指使干的 墨河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对菩提的怨恨那是有增无解 马诺则希望菩提放下仇恨 不要再相互伤害了 给了墨河一笔钱 让他远离这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墨河思考再三接过马诺的好意 抱着他的大腿都有点舍不得放下 墨河刚回到家里 突然发现有个小伙在抱着孩子 吓得墨河还以为又来害他们了 原来小伙只是好心帮助他 七年过去了 墨河靠卖点零食一手把孩子带大 这天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渣男欺负女 墨河就挺身而出帮忙 可惜弱小的女人打不过 小伙再次出手相救的时候还被伤了 墨河把他带回家里包扎伤口 原来这个女人也是苦命的人 和墨河现在一样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当被问到墨河丈夫去哪里 墨河很是尴尬说已经死了 追了墨河七年的小伙看来是有机会了 表妹的女儿也已经被当成千金小姐养大 他们还打算再要一个孩子 当看到马为儿子成绩优秀天天考低 普提那极度的小心眼马上开始作祟 故意把马诺儿子的书扔了 乖巧的孩子告诉妈妈放在桌子上的书不见 于是阿兰带着孩子开始到处寻找 就在这时又出现一条百米长的巨型眼镜蛇 对着阿兰就咬了一口 阿兰儿子见母亲被咬不肯走开 也被蛇给咬了 这下把阿兰也吓坏 不幸的是孩子并没有抢救过来 这让马诺抱着孩子难以接受 还躺在床上的阿兰也十分痛苦 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 在深深的惭愧中抛下马诺离去 马诺怎么也不敢相信 就这么一下突然老婆儿子都没了 不知情的马诺还在佛祖面前祈祷 希望下一辈子能和老婆儿子再见 歹毒的菩提对此也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 一到晚上 黑心的菩提噩梦不断 总是梦见阿兰带着孩子来找他算账 让菩提睡不好吃不好 无脑的马维又轻易被菩提骗了 居然还哄着弟弟马诺不要搬走 让他心情好了再娶一个 自己带着家人重新建房子离开这里 菩提一早带着孩子出门逛街 看中了一个首饰 回头一看孩子居然不见了 原来是被黑巫师绑架 他拿刀威胁菩提拿钱来赎人 赔偿他这些年来的损失 菩提果然还是家底后事 抱着一箱子黄金首饰来说孩子 菩提希望以后再也不被打扰 黑巫师还想继续做他生意 以后要买药可以随时来找他 墨盒带着孩子正在到处卖零食 一向和他关系很好的邻居大婶突然出了意外 留下了一个儿子让墨盒照顾 小伙听到后那是十分高兴 多年以后 一个帅小伙子正在路边卖小吃 还含情默默看着一个年轻貌美如花的小姑娘 这时突然有人飞奔过去撞倒了小姑娘 一个转身摔倒在另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怀里 下一代人的故事就从这个态势假摔开始了 一次偶然的街头相遇 只看了一眼男人就爱上了女人 男人叫小陈 他是陈夜和阿果的独子 刚刚在街头建议勇为打跑歹徒 建把小姑娘的零食摊打翻了 于是取下金戒指想赔偿他 硬是塞到他手里 还告诉他自己叫小陈 想问小姑娘的名字 一旁的小伙子看不下去 推开小陈让他走 小陈看着远去的姑娘还意犹未尽 刚准备要回家 又发现一个女人掉入水里 小陈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救人 这两人连谢谢都没说一声就走了 到晚上才知道 原来这个女人是普提的女儿小马 而且双方家长带着他们正在相亲 家长对郑文青是非常满意 小马也痴痴地看上了壮实又帅气的小陈 可小陈对他并没有多少想法 只是为了配合父母来相亲的 墨河看着已经长大的孩子小花 一向对他那是毫不客气 这次又让他陪着小王一起送你 内心其实很是纠结 虽然小花是普提的女儿 但从小把他养大多少也有点感情 而这次碰巧的是送你到小陈家里 老王和小王背着米去了仓库 让小花就在这里等候 小陈看到一中人居然再次出现 走上去打招呼想问个名字 小花却就是不告诉他 小陈继续追上去拦住去路 想问他的名字 小花故意说自己的男朋友在这里 想以此拒绝他 小陈可不管他有没有男朋友 这可是一见钟情 小花主动回避走开 突然被一个女人死死抓住手 原来是小马今天又和母亲普提来做客 正好被小马看到相亲对象在和他说话 还好小花也不是吃素的 一把推倒小马 但又被普提一巴掌打在脸上 恶毒女可不管什么情况 在他看来就是小花在欺负他的女儿小马 一言不合就打起来 两个女人还一起打小花 普提还让仆人也加入战场 三人一起欺负这个小姑娘 小马骑在小花身上使劲抽 当看到小陈走了过来 马上又假装自己被小花欺负 小花一脸猛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陈爷也赶了过来制止他们 普提和小马比较擅长恶人先告状 小花立刻向陈爷解释是他们三个欺负自己 还好有小马的机制结尾 可陈爷觉得小马应该保护自己的未婚妻 给了小花一笔钱表示补偿 小花并不要钱希望他们道歉 老王却接过钱直接带着他们走了 解释说没必要和这些有钱人纠缠 小陈则主动走了过来道歉 这让小花总算是心里好受了一点 回头就告诉父亲陈爷 自己并不喜欢小马 只会娶他爱的女人 小马回到家里还有点不爽 不想再去小陈家 普提马上解释只有小陈与他们当互对 有钱又帅气在何时不过 仆人还在边上插嘴拍马屁 说就像以前那个墨盒一样 这种穷人就配不上马为 小花这一下突然听到父亲还有个女人 想了解清楚怎么回事 普提生怕再出什么幺蛾子 打断让他回去洗洗睡 责骂仆人不该说这些 好奇的小花马上又找到老仆人打听 才知道父亲还有个小妾墨盒 因为小时候偷走了他被赶出家门 可真相并非他所了解到的那样 小花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 墨盒发现小花手和脸上都是伤 教育他必须要反抗 不能像母亲一样任人欺负 饭后墨盒又有点后悔了 觉得自己不应该对他这么好 男人花痴地看上了一个美女 想要娶她做老婆 殊不知眼前的美女竟是亲生女儿 前不久小晨到寺庙探望僧人 却再次遇上心仪的姑娘 让小晨坚定地以为她就是命中注定的人 不管小花怎么拒绝她的好意 小晨还是偷偷找到她家 被小王发现还没等她解释 就开始被教训一顿 墨盒也不欢迎这个小伙子来打扰他们的生活 小晨只好无趣地走了 回到家又被父亲给骂一顿 第二天晨爷支付了一笔钱给老王 叫他不需要再送你 让小晨应该和未婚妻好好相处 尽快结婚才是正途 小晨本想找小花解释一下订单取消的原因 可又被小王给揍了一顿 作为家长的墨盒劝她不要再来找小花 这样对大家都好 小晨被菩提骗来给小马补课 想安排他们好好学习一下英女 小马却要先带她去逛街 只是马维对这门侵蚀并不论语 一行人刚到市场 小马就发现了情敌正在摆摊卖小吃 菩提就故意支开小晨 带着女儿气势汹汹走了过去 什么样的母亲就会交出什么样的女儿 小马还以为这地方是她家的一样 质问人家为什么会在这里 想要赶走人家 就在双方准备要开打的时候 小晨已经买了东西回来 看到这墨马上就跑过来阻止 而在附近的墨盒也发现了 居然是近20年没见的仇敌菩提 旁边的女孩脖子上还有明显的疼痕 墨盒猜测这可能就是表妹的女儿 为了确认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墨盒带着头巾偷偷来到他们的房外 正好碰到以前的仆人 仆人告诉了她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 确认自己的猜想是对的 但她还想看看表妹女儿 要不是躲得快差点被发现 回来的路上突然发现丈夫老王和陌生人一起 于是偷偷跟着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居然发现老王赌博被人套路 已经欠下了高利贷 墨盒对不争气的丈夫非常生气 让原本贫穷的零食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这一家子人都想办法挣钱还债 小花为了能帮助家里 自己划着船腰和卖零食 刚好被马诺碰到 于是买下了她所有的零食 而菩提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让她极度敏感的南瓜花 不禁想起了以前和墨盒的往事 马上让仆人把这个倒掉 小马还没搞清到底是什么情况 马维看了一眼顿时知道是怎么回事 菩提马上就开始激动地质问 是不是又在想着墨盒 还以为墨盒又要回来了 而他们根本没留意身后的小马 他已经听到了这一切 也开始讨厌憎恨墨盒 于是就在码头等着小花过来 准备要让小花吃不了兜着走 两人一见面就如同仇人一般 小花也不甘示弱 两人扭打一起掉入水中 小陈听到吵闹声赶来 跳入水中先救的竟然是小花 小花却让他救小马 刚一上岸小马就开始恶人先告状 而小陈只是痴痴地看着一句话也没说 马维和菩提过来一看 还以为有人欺负女儿 当他第一眼看见小花的时候 眼神中透露出渣男的本色 很礼貌地替女儿道歉 给了小花一笔钱赔偿 还说以后每天让他送食物过来 这让菩提和小马一时有点不敢相信 小花回到家里 把今天遇到的事情告诉母亲 这下有钱可以替那个临时父亲还债了 结果墨和听了后却非常不高兴 不但骂了他一顿还拿竹子抽小花 责怪小花不应该和这家人有来往 墨和这下也有点急了 小花还会和真正的父亲马维见面 事情会如何发展